东欧快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接着学第15章相关内容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 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我们利用专家的工作和利用内省的工作呢 是类似的 都是利用他人的工作 但是呢 利用内省的工作它有个特点 我们可以用可以不用 为什么 因为内省那份工作 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实施 我们自己可以做 但是专家不同 专家他的工作是有特殊性的 你看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去审计一家单位 这家单位呢 是一家什么呢 是一家这种药材公司 好 你看他这个药材公司当中呢 有一些存货呢 就是这种千年零支啊 它号称是从我们的长白山 然后呢 享受了我们日月精华 这种的千年零支 非常的昂贵 说的就这么几只零支啊 就价值非常的高 假如说价值一千万 具体价值多少 我不知道 或者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假如就那么十几只零支 他就说价值千万 因为特别的珍惜 特别的难得 对吧 那对我们注册官 也是这些 对于这种药材 是外行人来说 因为我们的肉眼 凡胎 能看出来 它是千年的零支呢 还是市场上的干蘑菇呢 对吧 你看 这零支和蘑菇 是长得蛮像的呀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来呀 对吗 而另外一块 假如说我们现在去审计一家这种的珠宝玉石公司 然后呢 他们的存货呢 一共呢 不多 但是呢 有一个存货就是这块翡翠 他说这是我们那个 他说这是我们缅甸老坑的翡翠 这种珍稀的物种啊 特别的贵 就这么一块原石呢 就价值八千万 好 其他的存货呢 一共就价值两千万 就这一块就价值八千万 那你心里是个打鼓 这块到底是翡翠的原石呢 还是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呢 甚至就是块玻璃呢 对吧 那你根本无法分辨 对于这种特别专业的事情 靠我们做此快递师的肉眼 反胎 真的无法胜任 这时候就需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所以利用专家的工作 和咱们第一节讲的 利用内神的工作 性质不太一样 利用专家的工作 更加的必要一些 没有这种可替代性 好 下面呢 我们来把这个利用专家工作的 整体的思路呢 给大家稍微理一下 这样我们后面学的时候呢 会比较清晰明了 他的思路是什么呢 第一个 确定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 这个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不要用专家呢 我们要不要用 就像刚才的这个 灵芝还是蘑菇 而这个翡翠呢 还是石头 最终我们就得用专家的工作 靠我们做成会计师的肉眼反胎 靠咱们那点经验 根本判断不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接着是 我能不能用专家的工作呢 这就需要 我们要把专家的 相关的各个方面 要做一个评价 如专家的试日能力 专家的专业素质 它的客观性 以及它的专长领域 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下 该评价的评价 该了解了解 这样我才能确定 到底能不能用 好 那么接着呢 如果我确定了 一定要用专家的工作 那我现在找了几个专家 我觉得可以用专家的工作 这时候呢 我们确定了 假如说我们有其中的一位专家 我们就需要和他达成一致意见 好 这是要达成一致意见 那么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实施我们审计工作 那专家呢 也就开始开展工作 对吧 帮助我们推进审计工作 那最后呢 我们用完了以后 一定要评价专家的工作 不能说我们用了就不用了 不做评价 注意是不可以的 好 这就是我们利用专家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好 咱们刚才呢 把我们利用专家工作的整体的脉络 框架梳理了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正式讲解 利用专家的工作 在我们讲之前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概念 什么是专家呢 注意 这个专家指的是 作者会计师的专家 他是指在会计和审计领域以外的 某一个领域具有专长的个人或组织 注意啊 限定是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 那接着是 有可能是个人 有可能是组织 如果我们现在聘请了一个IT专家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人 对吧 也有可能是一个组织 如果我们聘请律所 好 并且他的工作呢 被注册会计师利用 以协助注册会计师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好 这是我们的专家 那接着我们要注意 专家呢 既可能是内部专家 也可能是外部专家 那这个内部专家指什么呢 指我们会计事务所 或其网络所的合伙人 或者员工 什么叫网络所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等同于 我们会计事务所 这在我们23章会讲到 好 那包括临时员工 注意啊 临时员工也是包括的 只要他在某方面有专长 那么为我所用 就可以把它当专家 好 也可能是我们会计事务所 外部专家 从此又看到 他可能是个人和组织 那么可能是内部的 可能是外部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理解提示 专家的范围很往 注意把握基本的原则 只要是会计或神经 领域以外的 个人和组织都是专家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呢 考题当中 通常不会出现 专家这个字眼 会出什么呢 什么税务师了 资产评估师了 农务专家了 精算师了 某某专业人员了 看到这 你叫条件反射 他指的就是专家 好 但是呢 这里要特别注意点啊 我们不能聘请 会计和审计的专家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就讲了 我们审计的基础是什么 是独立性和专业性 你既然来做这个工作 做之前 你就要评估 你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 设计能力 你是否具备独立性 对吧 如果你专业设计能力不具备的话 你是不能去承接这个业务的 你承受资格的 所以不能聘请我们会计时 这个领域的专家 这要注意 但是有同学就说 那我们在整体的业务当中 有的时候会设立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要咨询 有些问题可能要请教 这时候怎么办 注意 我们会计事务所内部人员 如事务所质量管理部门及人员 专业技术部门的人员 就审计会计问题提供建议时 这时候注意 它并不属于我们会计师的专家的范畴 注意啊 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专家的范畴 好 那么我们这里的专家一定是 会计和审计领外的 就像我们这个图章中的 什么IT工程师了 精算师了 资产评估师了 农牧专家了 律师了 那就像我们刚才那种药材的专家了 什么珠宝鉴定专家都算 只要是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都算 但是会计审计领域都不能算 好 这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通过两张图表 再把这个概念区分一下 不要弄混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CPA的专家 也就是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那么是我们注册会计师聘请的 或接力于我们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 组织或者个人 是我们聘请的 或者我们接力的 那它是请来做什么呢 主要是协助我们审计财务报表 好 它是协助我们审计财务报表的专家 那么和这个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相对的还有概念是什么呢 是管理层的专家 那管理层的专家呢 这就很简单了 指的是管理层聘请的专家 好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协助管理层编制报表的专家 你看这其实注册会计师的专家和管理层的专家很简单 谁聘请的就算是一个专家 好 我们再通过一个图把我们专家的分类呢 再明确一下 首先内部专家 它是指我们会计事务所内部的会计和审计领域以外的个人 那么这里指什么呢 像我们的合伙人呢 临时工呢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现在去审计假公司 发现假公司的高度依赖信息化系统 这是我们缺一个什么人呢 我们项目组就缺一个这种精通IT的这种人员 因此呢我们就从事务所的这种技术部门啊 IT部门调了一个小伙子过来 这小伙子叫什么呢 叫小张 那小张在我们IT领域是非常的精通 好 我们这个时候就请小张过来 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关于我们IT形容的测试 这个时候小张就算我们的内部专家 好 这个内部专家的概念是很宽泛的 只要他在某方面有这种专长 能够为我所用 并且这方面一定是会计和审计领域之外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专家 包括合伙人 包括临时工 千万别看着临时工就觉得不是专家啊 只要有专长为我所用都算 那接着我们来看外部专家 外部专家和内部专家是相对的 那助手会计师是从外部聘请的 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这种组织和个人 而我们内部专家属于我们会计事务所的 那么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各行各异的组织和个人 有可能是组织 有可能是个人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真题 2019年的真题 下面有关 助手会计师专家的说法中正确的用 我们来看哪个正确 A 助手会计师的专家包括在会计或审计领域 具有专长的个人或者组织 包括嘛 我们再三强调一定把会计和审计去掉 除了这以外的都算 什么珠宝的啦 鉴定专家啦 药材专家啦 是吧 什么建筑专家啦 什么精算师了 岁务师了等等都算 对吧 这个不对啊 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 助手会计师专家可以是会计事务所的临时员工 我刚才再三强调我不要看他的身份 只要他有特长能为我所用 不是我们会计审计领域的都算 所以这个是 接着C 助手会计师的专家包括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专家 这个包括吗 注意不包括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区分的概念 一个是CPA的专家 一个是管理层的专家 我们的CPA聘请的是我们CPA的专家 管理层聘请的是管理层的专家 所以这个是不包括的啊 那接着D 助手会计师的专家可以是网络事务所合伙人或者员工 这点我们说过 我们看到网络所你就等同于我们本身的事务所 他俩相当于一提到 所以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B和D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题 2015年的真题 下列参与审计有的人员中不属于注册会计师专家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不属于我们注册会计师的专家呢 对保险合同进行精算的会计事务所精算部门的人 这是不是 当然是了 你想它是我们会计和审计领域吗 不是 对吧 那它是什么 做精算的 那它是我们会计事务所精算部门的人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内部专家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不选 然后我们接着看B 受聘于会计事务所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的资产评估师 你看它是我们会计神纪领域吗 不是 它是做资产评估的 因此这应该属于我们的专家 不选 好 接着看C 对于企业重组相关的复杂的税问题进行分析的 会计事务所的税务部门的人员 这个是吗 你看它是专门分析税务的 做税务处理的 那不属于我们会计和审计领域哈 所以这也属于我们的专家 接着D 就复杂的会计问题提供建议的会计事务所技术部门的人员 那注意这是我们会计审计领域吗 是的 那算我们的专家吗 注意不算 我们再三强调 我们的专家一定是把会计审计给刨掉的 对吧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D 你看A 清算部门的人员 那是我们内部的 然后税务部门的人员也是我们内部的 但是呢 他们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 因此它属于我们的内部专家 然后受聘会计事务所 对投资性房产进行评估的 资产评估师 这是典型的外部专家 但是D呢 它是对会计问题提供建议的 这属于我们会计审计领域 因此也不算 好 我们的A和C属于内部专家 我们的B属于外部专家 D不算专家 好 我们刚才呢 给大家讲完了专家的定义 并且做了详细的区分 又做了一些练起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 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 这是我们首先要确定 我到底用不用呢 好 如果利用专家的工作 专家的工作 是否足以审计的目的呢 能不能帮我们达成目标 接着看 如果注册会计师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并得出结论 认为专家的工作 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不用了 而且我觉得真正 帮我们达成的目标 那么注册会计师 可以接受专家 在其专业领域的工作结果 或结论 你看我就可以接受 他的结论或者结果 并作为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来源之一 但是一定要注意 注册会计师 对发表的审计意见 独立承担责任 强调独立这两个字 那么这种责任 并不能因为利用专家的工作 而减轻 这点我们在前面 最开始 讲十五文章 我们开头的时候 就给他强调过 无论利用内审的工作 还是利用专家的工作 或者利用我们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等等 一定记住 利用他人的工作 来提高你的审计效率 是没问题的 但是必须自己独立承担责任 这个审计的责任 必须自己担 这个锅必须自己来背 不能因为我们利用了 专家的工作就减轻 这点一定一定要记住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注册会计师 不应在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当中 提及专家的工作 除非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 这里明确说了 无保留意见 是不能提及的 是不能提及的 如果法律法规 要求提及专家的工作 注册会计师 应当在审计报当中 指明这种提及 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 对审计件承担的责任 那么这里再次强调 我们的无保留意见 是不能提的 如果法律法规要求提了 那么也不能减轻我们的责任 还是再强调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独立承担责任 哪怕在特殊情况之下 审计报当中提了 照样不减轻我们的责任 那接着 如果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报当中 提及专家的工作 并且这种提及 理解审计报当中 非无保留意见 相关注册会计师 仍应在报当中指明 这种提及并不减轻 注册会计师 对审计件承担的责任 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 这里其实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无保留意见 注意无保留意见 注意是绝对不能提及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 非无保留意见 非无保留意见呢 是可以提及的 为什么非无保留意见 可以提及呢 因为我们要增加 我们审计报告的可行度 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给大家说 我们现在去审计一家 珠宝 玉石公司 然后呢 它的存货当中 有一块石头 它号称是我们 翡翠的 这种圆坑的 圆石 好 那么这种老坑的圆石 这种圆石价值特别高 它说就这么一块小石头 你看着非常不起眼 但是它价值八千万 对吧 因为这块价值特别大 你看它整个一币的存货 其他一大堆才值两千万 但是就这么一块不钱 最小的石头 却价值八千万 那我们租手快递 是英里就迪雾 能值这么多钱吗 对吧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 这种珠宝 和玉石之类的专家 那这也是我们 我们就聘请了一个 玉石专家 他就专门做翡翠鉴定的 而且在全国是非常权威的 那我们假如说 聘请了一个张专家 来做鉴定 张专家鉴定之后说什么呢 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坑的翡翠 根本不值八千万 最多值个多少呢 最多值个八十万 从八千万掉到了八十万 对吧 这样一下子要减多少 减七千九百二十万呀 好 那么对方呢 又不肯减七千九百二十万 也就存活 他不肯调减七千九百二十万 这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分歧 对不对 而且你想这个价值非常之大 八千万掉成了八十万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肯定给他出去的审计件 不会是干干净净的 无保育件对吧 我们就会给他出去 非无保育件了 那我们出去 非无保育件的时候 我们要说明 我们为什么 给他出去 非无保育件对吧 因此我们就会在 我们的审计件当中指明 因为他有一块 这种原石 他认为是价值八千万 但是呢 我们现在聘请了 我们全国知名的 御史鉴定专家 张专家 然后鉴定了这块原石呢 并不值八千万 只值八十万 对吧 由于对方不肯调减 七千九百二十万 因此呢 我们现在发表 爱这种保育件 这个保育件 也属于我们 非无保育件的一种 对吧 你看 我为了增加 我们这个 审计意见的一种可信度 然后呢 我们提及 我们利用了张专家 这位珠宝一时专家的 一个鉴定的意见 否则的话 会让什么 会让我们这些报告 使用者就会疑惑 你凭什么说 那个原石就不值八千万呢 对吧 你凭什么说 他只八十万呢 你又不是 足保一时的鉴定专家 对吧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脏专家 说出来 然后在我们报告当中 做一个提及 那别人就会觉得 哦 脏专家呀 那是在咱们中国 鼎鼎有名的 御史鉴定专家 既然他说 只值八十万 不值八千万 那就是对的 所以我们为了增加 我们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在我们发表 非无保利意见的时候 才提及 如果是正常的意见 注意是不得提及的 但是无论是正常意见 还是我们的非无保利意见 注意 都不减轻注册会计时责任 无论哪种情况 都不减轻注册会计时责任 这点一定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的无保利意见 一定不能提及 非无保利意见的时候 可以提及 但无论哪种情况 都不减轻CPA的责任 好 这就是我们两种情况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第一点 确定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 其实这指的什么呢 我要不要用专家的工作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们可能利用专家工作的一个范围 这个要明确 我们在做整个审计的过程当中 都有可能会利用 注意要是整个过程啊 并不是分险应对的时候才用 而是从我们分险评估的时候 可能就要用了 如了解备程单位 几期环境 评估重大数分险 做总体的应对 还有进一步 审计程序 形成审计件 可能都会用到 举个例子 假如说 现在备审计单位 它高度依赖 它的新计划系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在做 分险评估 了解备审计单位 几期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IT专家 带上做评估 所以你看 这就是这个阶段用的 对吧 而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翡翠原始的案例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 我们在做分险应对的时候 用的 好 因此注意 可能我们在整个过程 都会用到专家的工作 接着我们来看 那我到底要不要 用专家的工作 我应该考虑什么呢 我应该从哪些角度 来考虑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 我们的考虑因素 那么这考虑因素呢 有四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管理层在编制报表时 是否利用了 管理层专家的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如果在编报表的时候 管理层都利用了 专家的工作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事项 难度比较大 比较复杂 连管理层 他们都hold不住 对不对 那管理层 他们都hold不住 我们可能也有问题 所以如果管理层都用了 我们要考虑要用 第二 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 包括复杂程度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翡翠原始的案例 你看整个存货 才一个亿 但是就这么一块 小小的原始 它就占到了八千万 它的占比非常之高 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是不是非常重要呀 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用 而反之 假如说 这个原始 现在不是只八千万 同样是那块石头 现在就值八千块钱 一个八千万 一个八千块钱 你说要用吗 整个存货的价值 一个亿 就这么一小块 你确定不了 你需要用吗 可能就不需要用了 为什么 你看八千 可能和一个亿 比起来 微不足道 对不对 所以可能就不需要用了 因此我们要考虑 这个事项的性质 重要性 包括复杂的程度 如果这个事项越复杂 我们越hold住 越要考虑专家 那么接着 事项存在的重大 错告风险 如果这个风险特别高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 检查风险降下来 这时候要尽量 利用专家的工作 接着第四 应对实际出的风险的 预期程序的性质 这什么意思 假如说 我们现在呢 看到备神单 有大量的存货 就像是我们 张子岛的扇贝 这个扇贝呢 还都在海底待着呢 而不像在我们 其他的种存货 如我们的钢材啊 什么煤堆啊 或者说 我们的什么深处啊 那还在我们的地面上 咱们看得见摸得着 对不对 张子岛的这个存货 就麻烦了 都扇贝 在海底下待着 那么对这个存货 你要试试键盘 怎么键盘 我们普通人能搞定吗 不请随产的 随产的专家能行吗 对吧 所以我们要考虑 应对识别出风险的 预期程序的性质 我大概要用 什么样的程序 来应对这个风险 那么这个程序 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定 我们需不需要用专家 包括作策会计师 对这些事项 相关的专家工作的了解 和具有的经验 以及是否可以获得 替代性的审计证据 那就像我们张子岛的三倍 都在海底下待着呢 这个要盘点的话 必须要用专家 我们作策会计师 把它搞得定啊 对不对 那真的就是 我们作策会计师 一个一个穿着潜水服 当潜水员 下去辅三倍 可能我们也不认识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三倍啊 那还是一般的 其他什么水产啊 对不对 所以这块必须要用专家 好 那这是我们的考因素 这几个考因素呢 我们要给大家 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啊 这里面的考因素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要不要用专家的工作 这个核心是 应对事项为出发点 也就是我 到底能不能把这个事情 应对下来 如果自己能搞定 能应对下来 那我就不用了 如果这件事我根本搞不定 这时候就得用 你不用怎么行啊 对吧 那就像我们刚才 那个翡翠原始 你怎么知道 那是石头还是玻璃啊 还是真正的这种 什么缅甸老坑的原始啊 价值八千万 对不对 八千块钱 八块钱 对我们在外行来说 我觉得那可能 就值八块钱了 我就觉得它是块玻璃呢 对吧 所以一定是看 我们自己能不能应对 这个事项为出发点 如果我们应对不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专家的工作 如果我们应对得了 我们就不需要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点 就是第一个 管理层是否用 你想管理层 它天天都是跟这个打交道的 它都用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它都搞不定 那我可能我也搞定啊 好 第二个是事项的特点 那这些事项 它的重要性啊 它的性质啊 它的复杂程度啊 这就是它的特点 如果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个月的存活 它都占了八千万 这么重要 你敢不用吗 对吧 你又搞不定 你敢不用吗 然后重大错分险会高 那我们要小方设法 把检查分险降下来 怎么降 这又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咱们又搞不定 对不对 就得用专家的工作 然后预期程序的性质 那如果我要对这个 海底的扇贝 张子导的扇贝 实施尖盘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 尖盘的程序 那尖盘这块 我们自己能做吗 我们自己能跑到海底下去 数扇贝吗 我们数都明白吗 所以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因此从这里看到 确定是否利用 专家工作的考虑因素 都是从我们自己 能否应对这个事项 为出发点的 如果我们注册会计 是hold不住 搞不定比较用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道真题 这是2021年的真题 这个点说实在的 考评真不高 以前没怎么考过 去年考了 去年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确定是否利用 作策会计是专家的工作时 下列各项因素中 作策会计是通常 无需考虑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无需考虑 可能对专家的客观性 产生不利影响的利益和关系 因为这一点我们还没讲到 我们后面会讲 注意不要击魂了 由于这里是 确定是否需要利用专家 也就是用还是不用的问题 而我刚才就给大家讲了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看我们作策会计师 能不能应对这个事项 为出发点 如果我们作策会计师 自己能搞定 能应对 那我们就不要用 对吧 好 那只有先确定 我要不要用专家之后 然后我再来评价 这个专家可不可以用 能不能用 那么这个客观性 属于能不能用的一个考译因素 压根不属于 我要不要用的考译因素 注意不要弄魂了 首先我要确定 我要不要用 而如果我觉得这件事 我注册会计 我就能下海 去把那个三倍全盘里 为啥 我就是从小在那个 张子老长大的 我天天就和这些三倍打交道 那我是被这个财快领域 给耽误了一个三倍专家 那我就能把它搞定的话 就不用专家 不用我们从外面拼击专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 我到底要不要用的问题 接着再考虑 能不能用的问题 那么我们考虑能不能用的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评价它的客观性 专业甚至能力 还有它的具体的专业的方向等等 所以第一个属于能不能用的考虑因素 不属于我们要不要用的考虑因素 不要弄魂了 这道题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点不属于一个高频考点 以前没怎么考过 第二呢 像我们专家的客观性 产生不利影响的利益和关系 是属于我们后年评价专家的时候 要考虑的 那同学们很可能就记混了 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那接着是 应对实必出的风险 预期程序的性质 哎呀我要用什么程序呢 这个的确是要考虑的 那接着是 审计事项性质和重要性 这也是要考虑的 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是否利用了管理层专家的工作 这也是要考虑的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是A 注意一下啊 这道题容错 好下面呢 我们要讲如何利用专家了 那么我们刚才确定了 我到底要不要用专家的工作 如果这件事 我们注册会议是自己搞不定 我们就要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进入 我到底怎么用专家的工作呢 这分事前和事后两个大的阶段 我们事前呢 首先要评价 要对他做一个评价 要对他做一个了解 好我们评价完了解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要和专家打成一件 接着专家就开始帮我们 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好 那么审计程序做完之后呢 我们绝对不能当甩手的掌柜 我们要做事后的评价 如果我们做完评价以后 发现呢 他这个做的结果不太理想 或者他自己也告知我们 他没把这件事情应对下来 没有处理好 觉得操作了他能力之外 对吧 因为可能刚开始接的时候 他估计也不足 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样那样各种问题 他觉得他也搞定 那么这时候 如果真的不恰当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结构 首先事前 我们要对他做一个评价 做一个了解 然后和他达政治 然后我们开始正式利用专家工作 利用完以后 我们事后要评价 如果不恰当 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事前评价 评价三方面 一个客观性 一个胜任能力 一个专业素质 而这点就在我们刚才讲题的时候就讲过 这其实就确定 确定我能不能用他的问题 好 如果他不够客观 他胜任能力有问题 专业素质有问题 那我就不能用 对吧 因此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能不能用我们要做一个事前的评价 我们评价什么呢 评价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好 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对评价专家的工作 是否适合 审计的目的 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之之所以要请一个专家来 我要花钱 我还要花各种各样的心力 为什么 那不就是希望能够帮我达成 审计的目标吗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要考虑 他到底能不能胜任啊 不要找了一个人过来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对吧 他是否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啊 还有他是否客观呀 如果我们现在请的这个 来帮助我们盘点 张子岛三倍的专家 那和张子岛有着千丝万缕的 各种联系 那他在做一些程序的时候 很可能他就不够客观 那这样的工作 结果你敢用吗 不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三方面 做一个什么呢 评价和考量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 专家的胜任能力 与其专长的性质 和水平有关 那肯定啊 你想我既然要聘评专家 我肯定要考虑什么 他到底能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这跟他专长的性质 和水平的确有关 我们一般找 肯定是找这个行业 相对来说 美度比较高的 相对来说 知名度比较高的 好 试任能力比较强的 那接着 专家的专业数字 在具体业务的具体情形下 对试任能力的发挥 是有关的 这就是说 他能够把他的 这种专业能力 能够发挥出来 影响专业数字 发挥的因素 包括什么呢 地理位置 还有可用的时间和资源等等 那如果他本来就是 这个行业的专家 但是呢 他要把这个事情搞定 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审计的时间 非常之短 我们只有多少呢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很可能他也做不了 对吧 因为时间不够啊 然后他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 可能他需要一些资源 如果资源不够的话 很可能有无法胜任 那接着 第四 专家的客观性 与其偏见 利益冲突 和其他可能影响 其职业判断 或商业判断的因素相关 我们一定要选一个什么 相对有客观的 这样的专家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现在请一个专家 水产的专家 来盘点张子导的三倍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他相对来说是客观的 他不要和张子导有千丝万里的 这种利益的联系 对吧 他不要有对张子导有偏见 我们希望他如实如是的 来做相应的程序 然后给我们提供结论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要求 出手会计师 应当评价 专家是否具有实现 神经目的 所必须的 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注意啊 这是必须评价的 必须评价的 那我们第一方面讲了 要不要用专家 现在就讲第二方面 能不能用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来看 能不能用 要评价他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如果这三个指标 达标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 好 接着在评价 外部专家的客观性时 注册会议师 应当询问 注意要是必须问 可能对外部专家 客观性产生 不理影响的利益和关系 而我们对各种情况 都要了解一下 都要问一问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 做一个对比计 因为我们都是 利用他人的工作 在利用他人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要评价 我们的相关的 一些关键的指标 然后呢 来判断能不能用 他的工作 我们在前面讲过 利用内审 还有呢 利用内审人员 一个是机构 一个是人员 以及现在的专家 他们评价的指标 都不一样 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对我们内审机构 我们要评价的是 内部审计的客观性 也就是机构 是否可观 第二 内部审计人员的 专业试任能力 也就是 他的这个机构内的人员 是否具有种 专业试任能力 接着 我们要评价 在内审机构 是否采用了 系统规范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内审机构 接着是内审人员 内审人员只评价两项 第一个是客观性 第二是胜任能力 毕竟他是 这种人员 来给我们提供协助的 不存在什么 系统规范的方法 这是 针对我们内审机构 来评价的 也就是相当于 他有没有这样 一整套的体系 一整套的制度 对吧 个人哪来的什么制度呀 所以没有这一条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专家 专家呢 这是主意 我们要评价三点 第一 客观性 第二 胜任能力 第三呢 专业素质 发现了吗 专家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专业素质 他是专家呀 肯定要在专业素质上 要做一些考虑 那么 这三个呢 我们给大家提订了 关键词 你看这是客 这是我们的胜 然后这是我们的规 这是规胜克 然后内审员呢 是克 是胜 是胜克 接着呢 是我们的克 胜 还有钻 这是钻胜克 归胜克 胜克和钻胜克 怎么来记呢 你看哈 内审机构呢 是归胜克 然后呢 我们的内审人员呢 是胜克 专家呢 是钻胜克 这是咱们的一个学习的 一个顺序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把它谐一记 像要胜克的话 大家马上会条件反射 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我们经常吃的快餐 必胜克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我们就可以谐一记 那小乌龟呢 去开了一家什么呢 必胜克 哎 小乌龟 他想 我先要创业 那不行 我就开个必胜克吧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吃这个快餐呀 好 他就开了一个必胜克 结果呢 开开下去呢 嗯 经营的情况不太好 赔本了 因此他就把它转让出去了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胜克 就只剩必胜克了 好 现在呢 谁接手呢 专家有来接手的 这就是专胜克 这样 龟胜克 胜克 专胜克 喜欢这种方式 帮助大家一块记住啊 嗯 下面呢 我们来做题 2016年的整体 A 做财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 15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的地稿中 与会计估计 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录下 2015年甲公司聘请 XYZ咨询公司提供 金算服务 注意啊 我在前面就给大家说啊 我们在做审计题的时候 尤其上组关题当中 它不会直接出现专家两个字的字眼 一般都是 比如什么专业技术人员啦 什么IT人员啦 还有什么资产评估师啦 精算师啦 你看到这儿 你要条件反射 就是专家 只要是会计审计理论 以外的 我们利用了它的工作 它有专场 都算专家 千万不要和我们 生活当中的专家 这两个概念搞混了啊 我们在这个审计准则当中 专家的概念 其实非常的宽泛 好 你看 它聘请了咨询公司提供 精算服务 你马上想到 这就是在利用专家的工作 并根据精算的结果 进行了会计的处理 好 接着A组策会计师 评价了XYZ公司的 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了解和评价了其工作 认为可以将其工作结果 作为审计的证据 这个对吗 你看 15年 假公司聘请XYZ 咨询公司提供精算服务 然后根据精算的结果 做了会计处理 这是谁 XYZ公司是我们假公司的专家 对吧 然后呢 他评价了XYZ公司的 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了解和评价了他的工作 注意他评价了什么 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 客观性评价了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块不恰当 还应当对XYZ的客观性进行评价 他把客观性这项给漏掉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直接证可他的工作 然后作为审计证据呢 注意不能 少了一下 对吧 好 这就是典型的考什么呢 考全部全的问题 一定记住 我们在做我们这个审计的主观题的时候 经常念到那八句话 对不对 全部全 是否检查 关键单 好 你就会发现主观题当中 中系列的百分之八九十 都能从这八句话当中找到 他的影子和痕迹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了解专家的专场名 刚才呢 我们评价了专家的什么 专业式能力啊 客观性啊 对吧 那我们把他的三点全评价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深入了解一下 要了解一下专家的专场名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了解专家的专场名义呢 注意 你想这个专家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 比较宽泛的概念 我现在说 我们请了一个水产专家 但是这个水产 这范围太广了 对吧 它有可能是擅长螃蟹 有可能擅长的是虾 有可能擅长的是扇贝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去盘点 张子老的扇贝 你说你请一个螃蟹专家 过来有用吗 没用啊 但是你的螃蟹 也算是水产啊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它的专场名义 和咱们的审计工作 是否能够对上 好 这一点要注意 那我们下面来看 总体的要求 第一 应当加充分了解 注册快递师 应当充分了解 专家的专场领域 以能够为了实现审计的目的 确定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还有评价专家的工作 是否注意审计的目的 就像我们现在找我们事务所的人 你看能不能找一个水产的专家过来 好 别让串串串的找来了 找来了一看 既然是螃蟹的专家 那我们要盘点的是扇贝 这就对不上对不对 不对口嘛 专业不对口嘛 所以这样的话 对我们实现审计目的 肯定是没什么帮助了 因此一定要了解 而且是应当了解 要充分了解 第二个了解的方式是什么呢 注册快递师可以凭借审计工作经验 或通过与专家 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经历讨论的方式 了解专家的专长力 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打听嘛 就是多打听呗 好 这是了解的方式 接着我们来看了解的事项 那么了解的事项呢 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专家的专长力 与是否和审计工作相关 嗯 我们看看和我们的审计 能不能挂上钩 第二 职业准则或其他准则 以及法律法规是否实用 他的专家的工作 有没有相应的 他们行业的规范 如果有的话 相对来说 我们后期比较好评价 第三 专家使用哪些假设方法 包括专家使用模型 如果适用的话 那我们要考虑 专家在这一次工作当中 他会用到哪些假设方法 以及专家的专长领域 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可 为实现财务报告的目的是否适当 那这位注意 那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专家 他的专长领域 在他这个领域 是不是得到 从公认的认可的 他是我们这个行业公认的专家 像这样的专家 我们找过来的话 相对来说 对我们审计的工作 会帮助比较大 然后第四 专家使用的内外部数据 和信息的性质 我们要看一下 他的数据从哪来 他的信息从哪来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点 与专家达成一支一件 那我们前面已经 评价了专家 他的专胜课 然后呢 也考虑了他的专营 我们觉得都非常满意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和专家怎么样 要进一步的谈了 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 来达成我们审计的目标 这时候呢 就要和专家达成一支一件 在我们专家达成一支一件 这一块呢 考试的时候非常非常爱考 注意 他的三颗星 必备必及一共五方面 那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总体的要求 无论是对外部的专家 还是内部的专家 注册会计师都有必要 就以下类的事项 达成一支的一件 并根据需要形成书面协议 好 这里明确注意啊 一定要达成一支一件 但是要不要形成书面协议 未必 这个是应当 这个是未必 不一定非要形成书面协议 如果我们在作题当中出现 应当形成书面协议 就错了 没有必要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 你觉得需要书面协议 你就形成 如果不需要就不形成 像我们内部的一般 没有书面协议 外部的一般都是书面协议 好 接着第二 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那么当就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达成一支一件时 做策划议师 通常需要和专家讨论 需要遵守的相关技术标准 其他职业的准则 和行业的要求 好 这一块就是什么 专家 我请你过来 要做什么工作呢 要做多少呢 你要达成什么目标呢 对吧 那么对这块呢 我们肯定要达成一支一件 我们要把它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块呢 我们就要跟对方讨论一下 看他有没有 他这个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 他的职业的准则 或者行业要求 假如说我们现在聘请一个资产评估师过来的话 那么我们资产评估也有相应的他的职业准则 我们聘请一个律师过来的话 也有他的职业准则 所以这块我们都要达成一支一件 接着第三 注册会计是和专家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那我们来看哈 这里就要区分我们每个人到底做什么 我们要把这一块区分清楚 不要到时候两者有交叉 你也不做 我也不做 两个和尚没水吃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块说清楚 你明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由注册会计师还是由专家 对原始数据实施细节测试 第一块就是数据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要确定 是我们自己来测呢 还是专家来测呢 那第二 同意注册会计师与被审单位或其他的人员 讨论专家的工作结果或者结论 好 那么这点我们提前就要和我们总聘请的专家 说好 说明白 由于我们不懂他的行业的 规范呀 我们不懂他行业的很多专业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由于最后我们要利用他的工作 要发表审计件 我们要对我们的审计件负全责 为了保险起见 也为了能够保证我们专家的一个工作成果的有效性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可能需要和被审单位的人员 或者其他的总专家人员要讨论我们专家的工作结果或结论 然后这点要求什么 要求知会给我们的专家 必要的时候包括同意注册会计师将专家的工作结果或结论的细节 作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当中发表非无保证件的基础 那么这点我们在聘请专家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讲清楚 因为如果我们后期要发表非无保证件的话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审计报当中引用你的工作结果和结论 你看你同意吗 你有没有别的意见 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无法达成一致了 这个专家我们就用不了了 如果达成一致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好 这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前面就强调了 一般的情况是不得在审计报当中提及利用了他人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特例 就是我们在发表非无保证件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专家的工作的结果和结论 为什么要提及呢 为什么要在报告当中说明这一点呢 就是为了增加我们审计报告的有效性 增加我们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让别人一看 我们为什么能发表审计件 我们是有详实的依据的 是有权威的一些结论 做支撑的 好 接着看第三 将注册会计师对专家工作形成的结论 告知专家 那什么意思呢 我对你的工作要做一个整体的评价吧 我要告诉你 第四 工作递稿的使用和保管 当专家是项目组的成员时 专家的工作递稿是省级工作递稿的一部分 那么所谓项目组的成员一般指的是我们内部的专家 你看我们现在进驻假公司去做审计的时候 我们从IT谱调了一个小伙子 小王过来 帮助我们来测试IT的系统 那么这时候小王就是我们项目组成员 那小王呢 他属于IT的专家 对吧 他的工作递稿就是我们工作递稿的一部分 好 这是我们项目组成员 接着 另外呢 除非协议定做安排 外部专家的工作递稿属于外部专家 不是省级工作递稿的一部分 注意这点强调的是 一般的情况 外部专家的工作递稿压根不属于我们省级工作递稿 一般的情况 外部专家它是不属于的 除非我们在聘请那个专家的时候 提前就跟他说好了 你要把你的递稿拿过来 作为我们工作递稿的一部分 我们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明白白 这时候呢 才能作为我们工作递稿的一部分 否则一般的不是 因为他是外部专家 取个例子 如果我们聘请的是一个资产评估师 那么他的递稿 他做完这个工作 他也必须要留递稿 要按照他的职业规范来的 而律师也是同样 好 这里注意啊 外部专家的工作递稿一般都不是 除非协议定做安排 好 那么这块呢 是我们单选题 还有综合题的高评考点 你一定一定要掌握 这里简化即内事外部事 也就是内部专家一般是 因为内部专家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嘛 项目组成员 他是我们工作的底稿的一部分 但是外部专家一般都不是 一般不是 除非协议定做安排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点 沟通的问题 有效的双向沟通 有利于将专家工作的性质 时间排和范围 与审计的其他工作 整合在一起 这强调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做好沟通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个行业 那个领域咱们不懂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经常要问 经常要沟通 那也有利于在审计过程中 对专家工作的目标 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发现有点偏离目标了 我们好及时的调整 那只有怎么 我们经常保持沟通 这样才会发现它偏离目标 对不对 不要等它全部做完了 我们再调 那可能又来不及了 第二 明确与专家保持联络的合伙人 或者员工 以及专家和被审单位的 沟通的程序 有助于及时有效的沟通 特别是比较大的业务项目当中 那么这就属于我们项目经理的一个管理水平的体现 对吧 如果在这过程中 用了我们专家的工作 我们要明确你和谁联系 一般来说 有问题和谁沟通 并且这沟通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这样才能够及时有效的 还保证我们沟通非常的顺畅 接着第五 保密的要求 适用于做手快笔师的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保密条款 同样也使用专家 这里注意啊 保密条款 外部专家同样使用 内部专家更不用说了 然后法律法规可能对保密做出额外的规定 被审单位也可能要求外部专家同理遵守特定的保密条款 这个地方是我们单选题 简答题的高频靠底 必须必须掌握 保密的规定 无论是谁都必须要遵守 都必须要遵守 但是呢 注意并非遵守职业道德的所有要求 保密呢 是我们职业道德其中的一个条款 这块无论是内部的专家还是外部专家 必须必须要遵守 好 但是注意第二点 并非遵守会计事务所质量关于政策和程序的要求 那这个是否要遵守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要求 关键是看他是内部专家还是外部专家 如果他属于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已经一般是内部专家的话 那么他需要遵守我们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的要求 但如果他是外部专家的话 他不需要遵守这一块 因为他压根不是我们事务所的人 他为什么要遵守我们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政策程序呢 对吧 好 但无论是内部专家还是外部专家都必须要遵守保密的条款 这点一定一定要记住考试的时候 我非常爱考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我们达成一致意见的一共是五个方面 第一个总体的要求 第二专家工作的性质范围和目标 第三我们注册会计师和专家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第四沟通 第五保密的要求 这五方面需要记下来 这五个大标题需要记下来 然后呢 对中间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如果我这里标注注意事项 注意要记下来 考试比较爱考 我们要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并非一定要形成书面前义 不是应当形成书面前义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根据需要来 然后第二就是 我们在利用专家的时候要提前跟他讲道 我们可能要在我们的审计报当中 要用他的结论 如果发表的是非无保密意见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提起他的工作 要用他的结论 这里要说清楚 另外呢 我们的工作底稿 要理明白 内部专家一般属于我们的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它是项目组组成员化 就属于我们 那如果是外部专家 一般不属于除非协定做安排 这种单独标注的地方一定要急 然后接着就是保密 无论是内部的外部的保密 必须都要遵守 但是并非遵守我们所有职业道德的 所有的总条款 然后呢 并非遵守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程序的要求 这个要不要遵守 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政策程序的要求呢 关键看它是内部还是外 如果是内部专家 它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那么这种情况 注意是要遵守的 如果外部专家 它压根部属于我们会计事务所 根本无需遵守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五个方面必须记下来 然后关键点必须记下来 这是我们高频考虑 因此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化剂 叫总性贩目 角色责任沟通保密 你看 一个是我们的总体的要求 看到了吗 这是性质 然后这是范围目标 然后接着是角色责任 最后是沟通保密 所以这样我们把它提炼出来 那谐音记忆是总性角色沟通保密 这个总性制度大家知道吗 是印度有一种叫总性制度 好 这个总性的角色呢 他们要求各自的沟通 一定要做好保密的工作 好 期望通过这样一个谐音记 帮助大家把这五方面记下来 接着呢 我们来做真题 2020年的真题 夏立克强中 注册会计师无需利用的万部专家 达持一支意见的事 你看 这典型考的就是我们的 利用专家达持一支意见的五个方面 对吧 你就需要把这五方面记下来 A 做出会计师和专家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这要达成一支吗 肯定要达成啊 所以这也不选 接着 做出会计师和专家之间 沟通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个要吗 这个要的呀 沟通肯定要做好 这种双向沟通 有效的沟通 C 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这个要吗 必须的呀 然后对专家遵守会计事务所 质量管理政策 程序的要求 这个有吗 我们刚才强调这个没有 对吧 内部专家需要遵守 外部专家无需遵守 所以这个第五是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二题 2015年的真题 A做出会计师负责 审计假公司 14年度的财务报表 资料五 审计工作地稿 记录的重大事项的处理情况如下 第二 A做出会计师在存货 监盘中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注意 利用专家工作了 专家工作的结果 和假公司管理层的盘点结果 差异较大 注意 有差异了 A做出会计师 实施最佳的审计程序 并管理层沟通后 人无法解决 我们最佳程序了 还是没办法解决 应该差异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重大 但不广泛 那么A做出会计师 逆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并提及专家的工作 可不可以 我们前面说了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时候 可以提及专家的工作 无保留意见的时候 绝对不能提及 对吧 这个是没问题的 同时指明 这种提及不减轻 注册管理层对审计意见 承担的责任 这个对吗 这个说法是对的 注意 我们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那么如果是发表的是 无保留意见 不能提及 那不减轻相应的责任 完全是我们来承担责任 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 注意我们可以提及 但仍然不减轻我们的责任 各位同学 我们这节课呢 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